1996年12月9日夜晚,汕头边防分局一艘集死艇在追击香烟走私船时,遭到两艘高速快艇的拦击,二十多名穷凶极恶的持枪歹徒,在拦截了走私船并绑架了一名干主之后,用机枪,冲锋枪向集死艇猛烈扫射,并投掷了大量守卫。 工编第4433集艇被枪弹击中后发生强烈爆炸,四名干警被气浪陷入大海,八名干警严重烧伤。 在这片大海中, 有两名海关集死队员牺牲在这里,另两名队员伤残,削洒大鸿湾。 我海上集死大队707艇在大鹏湾一带执行的反走私任务,傍晚雷达,发现一个高速马力的走私快艇,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大飞,高速从香港水域,窜向我方。 707艇集死人员,胡伟洪,廖玉天,汤如荣和刘伟明四位同志,驾驶水艇的摩托快艇,前往追击。 那么追击过程中,发现这个走私快艇满载了这个东志派的走私录像机。 在我们颈椎部射的情况下,他们就调转颈头,撞向我摩托快艇。 当场把我们的机师快艇拦腰截断,挺沉下去了。 事件发生之后,我们通过各方面的多方寻找和救护,才在东冲的海面上发现了刘伟明和汤如荣同志,那么当时两个同志是扶伤了。 另外,胡伟洪和廖玉天同志牺牲了。 廖玉天同志那个尸体呢,是在出世之后的一个星期,被当地渔民发现了。 我们把廖玉天同志的遗体就运了回来。 当时在海里边足足地泡了有一个星期,由于脸部受到撞击了。 我当时看了完,确实呢就是感觉到非常难受。 一个那么年轻的同志,为了国家和人民的事业。 他就这么牺牲了。 我们徐军街熟悉现场,就在这个地方,当时呢也就大了。 1996年7月16日,东兴边防检查站中尉参谋吴怠林,驾车追捕从北轮河边界偷运入境的走私车辆。 追击时双方车速高达每小时170个米。 在吴怠林加速超车拦截走私车时,被对方猛赶挤压造成翻车,当场以身殉疾。 我们来到东兴时,正赶上清明节,也正赶上吴怠林年轻的妻子,带着两岁的儿子来扫墓。 为了不妨碍她们母子的祭典,我们在她们的祭品中,悄悄放下了一支无限画面,记录下了这段母子的对方。 妈妈,这个手都好累。 爸爸在这里,爸爸怎么会在这里呢? 爸爸在这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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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看爸爸喔。 爸爸在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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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在睡觉。 知道吗? 爸爸好累了,在休息。 那个时候去adaki。 爸爸在干嘛? 平板在处理儿呢? 再兼 chàng 午息吧。 对方 В Aquí recognizing him, categanta Mama even may be dropped. 好不好 坚持一下 马上到了 爸爸捋呀 马上到了 爸爸就这样走了 一句话都没留下来 就这样走 你知道吗 他为了保护国家的财产 帮我牺牲 你以后长得好好读书 叫爸爸好好保佑爸爸 好好读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新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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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年来 在基石斗争中 我们有一百多位从事受伤 有四位从事惯人失聪 七人的战士 说明一个问题 防走势斗争是尖锐复杂的 因为它牵涉到军业的经济利益 也由于这一点 它要实施你死我活的 我们交易部队很重要的一条 就是这场斗争关系到国家的利益 关系到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 无论多么复杂危险 都要坚定不移 永满之间 事实就是这样 在今天 经济利益的争夺 变得日益突出尖锐的时候 在同一个部门 同一支队伍里 有人在拼命打私 有人却在暗中走私 正如有人为祖国的改革大业 结成奋斗 有人却在为自己的私利 废罪心机一样 有人把自己鲜红的热血 抛洒在捕育了他的土地 有人却把他黑色的血 溅在了耻辱众手 我们在采访中 那些在集死一线 面临各种威胁 利诱和生命威胁 真正在打私的人 还没有一个人褪色 这位在集死中 被炸掉右臂和右眼的海关官员 曾经是四次获过全国冠军的翻版运动舰将 伤残后 他经历了只有他自己才最清楚的淋浴肉的痛苦 但伤愈后 他却立即回到了他的岗位 我还只有三十岁 我还有脑子 虽然手长没有了 眼睛一定没有了 但是我能够感觉 只要我能有一口气 我就要为海关这件工作 做一点点 哪怕是一点点 密所能及的事情 这些在集死中 被浓硫酸胶伤致残的集死者 不仅没有一个人离开集死一线 还成为了一个执法英雄的集体 刘酸这种烧伤这种滋味呢 我们尝过的 当时我的双眼也烧伤 烧伤的程度就没法形容了 眼睛被一个大纸进去都受不了 何况是刘酸 特别是陈一鸣当时 他老婆刚刚发言 真的他好想走短路的人 他满身都烧伤 而且伤得那么严重 本来是一个很漂亮的小伙子 变成一样 为打击走私条路我就走定了 我这辈子走定了 应该说当时110事件事 全国都知道了 应该很多报纸都登过 但我不知道人民是什么人看的 可是分子逃到外面去了 都没有得到严惩 作为他的亲人 我可能痛恨 这也需要大家 全社会的 就是大家普遍的关注才行 因为大家都对走私分子麻木不赢的话 那事情还会发生 这类事情还会发生 走私分子还是这样猖狂 如果说我们今天的中国人 谁也不希望自己的祖国 再度渲入灾难之中 谁都希望步履艰难的改革 能够尽快成功 那么 对掠夺我们的血肉 枪害改革进程的走私活动 恭喜 就是在自认腐败 自酿悲剧 在离开深圳的前一天 我们设置组 跟随集思艇来到大海 参加他们一年一度 向集思列室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现在让我们像 在樊茜茜之斗争中 光荣牺牲的 廖宇天 吴卫红 刘贵丁同事 死哉 我们对那些 为保卫祖国领土完整 在战火中悲壮倒下的人 会为之热味的违法 而对这些 为保卫祖国经济秘义 悲愤地倒在血破里 是否会真正知道 他们的价值和分量 优优独播剧场上 优优独播剧场上 优独播剧场上 优独播剧场上